莫斯科紅場月音繚繞 底下旗海飄洋 这是在庆祝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坡尔 回归俄罗斯十周年 刚连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丁 总统在当六年风光上台 普丁强调克里米亚是战略意义上的重要领土 还把并吞的四个乌克兰东部地区 形容是新俄罗斯 同时也宣布会该一条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 经过被占领的乌东地区连接克里米亚 成为克里米亚大桥的替代道路 并喊话乌东人民赶快回家 而与他竞选的对手同时就站在身边当护法 轮流致辞称赞普丁也被外界认为 如此更坐实这是场假选举 美国等西方国家批评普丁连任不公平也不民主 大陆 印度 北韩则祝贺普丁胜选 至于上任后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路透社就指出普丁将在五月下半访问大陆 和大陆领导人习近平会谈 可能会是普丁新任期内的首次出访 普丁的访问可能会在习近平访欧之前 克里姆林宫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普丁要访路 但表示首个外访国家已经确定 正在准备中 有分析指出普丁和习近平已经很要好 如今极力深化两国关系 也凸显地缘政治的断层越来越大 记者杨世纪网续报导